大家好,我是游哥 這場是蘆兒的實戰解說 看完影片覺得不錯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幫我點個喜歡 給我個大大的讚 也可以考慮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順手打開小鈴鐺喔 我這場奧義帶的是10個荒蕪 5個精靈 5個血魔 還有10個玷污 精靈最主要是增加蘆兒的跑速 法師在中路的時候可能比較常需要去跑線 所以這時候跑速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會選擇帶了5個精靈來提高我們的跑速 至於10個玷污的話 就是要減少我們的冷卻時間 自從我們職業聯賽 那個Hansel出了中路卡莉之後 我真的在排位場甚至在一般場 看到很多這種中路的卡莉 因為卡莉其實她在後期是一個非常黑暗大魔王 因為速度真的很高 尤其她的普通攻擊也是打一個 魔法傷害的一個穿透 直線穿透的傷害 所以她前期清了兵線的速度都很快 在後期她只要放一個一技能 人就可以跑掉了 這場對面的卡莉是會玩的 你看那個屁股一直不斷在扭 我一技能剛還miss了一次 她又放了一個黑水 卡莉在SE的時候 我們都人稱首塔女王 因為她放一個黑水 基本上一條兵線過去 馬上就被摧毀了 現在馬上去支援一下上路 先等待一下我們薩尼先走 確定她有推到人之後 我們再上 我們不要走第一個 這邊我很確定說 刀鋒的大招已經開完了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直接上 上之後再用二技能往回拉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在戰鬥很激烈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點到 就是大招旁邊 右邊有一個小箭頭 點下去是角色基本資料 每次都不小心去點到那個 有可能是我用的這個螢幕是太小了 因為她只有4.7吋 所以那個範圍距離是太近了 你們在戰鬥的時候 會常常去按到 就是大招旁邊那個角色的資訊 那個藍嗎 會的話麻煩在底下告訴我 因為我個人的話 就是常常會不小心點到那個 然後還要手就是舉到右上角 去把按XX去取消掉 這樣在會戰的時候 就會變成你已經很緊張了 然後你又不小心去按到那個 你要手去往上面拉去按到那個 按XX去把那個頁面給關掉 怎麼蹲吵一下 發現了一隻愛麗絲 可以直接上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4等 4等是絕對有優勢的 你看對方的愛麗絲只有3等 可是她是直接被蘆兒 蘆兒直接2技能黏到10等 這次蘆兒為什麼會強勢的點 她在前期就有不錯的一個單挑能力 像剛剛就屬於單挑能力 如果對方想要跟你打 一定會打不過你喔 因為蘆兒她的那個疊了4下之後 也會有回血的效果 所以蘆兒其實單挑很強 這也是在1 有時候我們在1對1單挑的時候 很常出現蘆兒這個角色 所以蘆兒不管你在打1打1 3打3 5打5都很有優勢 這次為什麼蘆兒基本上是一隻必滿的角色 可是她是需要去練習的喔 可是對方可以看到她們是有愛麗絲的 所以我們在後期的話 很有可能會一直被愛麗絲的大招去 弄到我們的大招範圍裡面 會讓我們後期很麻煩喔 這邊直接開打了 先用2技能進場再放1技能 那馬上接的是我的大招 我們再接一個2技能擊殺的對方 蘆尼爾再直接回頭 因為那個卡莉已經開了大招 哇哇哇哇有點疼啊 這邊薩尼幫我擋了一下 讚喔讚喔 現在狀態比較不好 可是我看她中路是有兵線的 所以個人又貪心了一下 不過我們已經快升級了 我們出法球升級會回復 最大生命值20%已經回復了 喂喂喂怎麼會小丑 一個大招那馬上開啟我免疫 哇這個就是免疫的最大功用阿 如果剛剛我們沒有免疫的話 是會直接被小丑打死的喔 所以剛剛那個免疫是致命的關鍵 那當然我有看過蘆尼爾會 會選擇帶清醒 其實清醒是更高一階的一個玩法 因為你沒有辦法免除很多 一些瞬間高爆發的傷害 例如齊爾的進場 你可能蘆尼爾會被黏到死 所以清醒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各有千秋啦 個人我還是覺得用免疫 是比較習慣的 那都有拆掉了下塔 那很明顯的是 這個魔龍是可以來開一下的喔 給我幫忙打了一下 這應該是穩拿到手的喔 喂 卡莉擊殺了魔龍 我以為我們要看錯什麼東西阿 卡莉 我們剛剛不是五個人還是四個人都在打魔龍 竟然卡莉那麼的溜 然後對方這時候他的愛麗絲的大招 是不是開的地點非常的好 直接開到那邊 我們就是 進很難進 要退的話也很難退 所以對方其實 真的都是很會玩阿 那我們就看後期的羅 可不可以滑起來囉 不過剛剛那個 那個卡莉真的太溜了 我們已經以為說 這個魔龍一定是穩穩的會拿下來 沒想到一隻卡莉 莫名其妙就搶走了魔龍 這個雖然我是覺得運氣成分偏高啦 可是這真的太溜了 這不得不說溜阿 真的這卡莉很溜欸 那我們先蹲草喔 看可不可以抓個一隻 抓個一隻 那是沒有看到任何的人 那我們打野射手也還沒趕到 所以我就先開了古龍 這邊先不要打喔 先不要打 因為我看到他們在中路人應該有好幾隻 所以我們還是先打保守一點 吃個古龍比較要緊 看到刀鋒囉 這邊可以直接進場 因為刀鋒是害怕我們這個羅兒的 你看那個愛麗絲大招又開得很好 愛麗絲的大招直接開到我們法陣裡面 讓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滑起來阿 愛麗絲基本上是羅兒的剋星 可是羅兒又是刀鋒的剋星 就是環環相扣 這遊戲就是這樣子 有一好可能就沒有二好 都是各有優缺點的喔 這邊菈直接被貼死了 那我開了個大招 看有沒有辦法滑起來 那滑起來 開了個免疫 繼續滑 那我第二個滑是沒有打到任何人 所以CD有點長 最後還是死掉了 並沒有辦法滑起來 那這個小丑又很溜喔 你看那個也很會扭阿 小丑這時候超級殘減 就差一點點 哇小丑沒有死阿 小丑 哇小丑對方小丑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講 對方有小丑很溜 刀鋒也很溜 卡莉也很溜 我這場到底看了什麼東西 哇 不得了阿 那我會先選擇出 那個聖盾的原因是 我要他20%的冷卻時間 因為 蘿蘿是一個非常吃冷卻時間的一個角色 盡可能的 趕快先把他的冷卻減免達到40% 這邊菈又被黏刀了 我們薩妮這一推 可是我們的菈還是死了 那我們先等待一下有沒有進場的可能 看起來是沒有的喔 那我們就往塔下走囉 看隊友有沒有一個奇蹟的進場 可是看不到這個奇蹟的發生欸 哇 滑起來 這場要滑起來的話 就要看愛麗絲的大招了 假設愛麗絲在我開大招之前 就已經放掉她的愛麗絲的大招 那我基本上我是可以滑起來的 這卡莉非常的痛喔 那我們的呂布也來幫我扛了一下 這也是為什麼卡莉 會被慢慢一直被人家發掘 甚至拿出來玩 因為他的技能真的很痛 尤其他在後期的手塔能力 還有他在大招遠距離的狙擊能力 都非常不錯 當然他有缺點就是他沒有位移技能 所以他可能要帶一個瞬移之類的喔 我們終於安心的拿下魔龍了 以後我們拿魔龍還要先看一下對方卡莉的位置 不然等一下 又被搶了那怎麼辦 說不過去阿 那刀鋒在我們藍區清了我們的野區阿 你看那個卡莉超痛的 尤其是卡莉配上愛麗絲 那個魔傷真的很痛 那這時候對方選擇要來開戰 然後是在塔下開個大招 拼命的滑起來 果然是一個非常會滑 滑起來囉 因為他們開戰的地點比較不好 再加上我剛剛講過 只要愛麗絲他的大招 沒有放到我的法陣當中的話 我直接滑起來是非常猛的阿 所以這個會戰打的還算是ok 我們只用一隻薩尼的人頭 就交換到他們四隻的人頭 這波賺阿 那我們再拿一下藍buff 差一點被卡莉搶去 可是最後我是有拿到的 下路兵線非常不錯 可是對方差不多快復活了 所以我應該要撤退了 清個兵線 okok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分帶兵線的節奏 先把自己的經濟先濃起來 那對方的刀鋒寶貝的經濟呢 還是遠遠超過於我們的 雖然我們人頭是有贏的 塔數也有贏 可是對方刀鋒的經濟真的好高阿 現在兩方僵持不下 就看有沒有一個破口出現 我期待那個破口出現 讓我完美的滑起來 盧兒在後期的優點就是他團戰非常強勢 一隻是絕對殺不死盧兒的 一定要可能兩隻或者是三隻以上 才有辦法 而且他瞬間傷害喔 你那個一點點傷害是沒有辦法殺死盧兒的 只會讓我們盧兒繼續滑下去 戰利爾直接一個開大 飛走啦 飛走了 好喔這邊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開戰點 那我是開一個大招 愛麗絲的大招並沒有放在我們法陣當中 所以這一波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開戰 那對方的刀鋒呢 還在我們中路推兵線 因為我們只要沒有兵線 我們就算會戰贏了 也不能做到什麼推塔 反正是對方刀鋒還推到我們中路的塔 可是刀鋒等一下也有可能要面臨死亡囉 滑起來 開個大招繼續黏 你看這個黏的效果非常的棒 那我們隊友也是把對方上路的塔完全推乾淨的 我們有看到藍buff就給他收起來 其實對方是不缺藍buff 因為對方是用刀鋒打野 刀鋒打野有個好處就是 他的藍是可以讓給他們中路法師的 隊友正在吃凱撒 那我就一直在中路肉頭就好 就假裝我們都在地圖上面 我們沒有吃凱撒 看一下凱撒狀況 應該是不太需要幫喔 弄個一技能 欸 剪到尾刀了 雖然我剪到尾刀也不能做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尾刀還剪的還算是非常值得 趕快推兵線 兵線一定要推過去我們才可以推塔 不要想說隊友在打會戰你就不去考慮兵線的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打架都是為了要推塔 卡莉這個黑水在後期真的很痛 我們兵線進去馬上就被摧毀了 這個塔只能靠我們井去點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射手的話 那我們要攻塔很難攻欸 好險是我沒有井喔 你看這個卡莉直接大招對準我射阿 太痛太痛了 那我們先帶下路的兵線 那隊友在上路打了起來 我有點遠阿 因為一條兵線我說過是絕對攻不進去的 一條兵線對方光一直卡莉就可以把一條兵線直接把它摧毀掉了 那我們要打什麼 當然是要選擇分帶兵線囉 我們的井輸出沒有死 所以這會戰還是可以打的 還是有機會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一直去農對方野區 達到一個經濟的差距喔 然後又看到藍buff囉 所以等一下絕對可以把它滑起來 那我們井直接點死對方卡莉 不錯不錯 nice喔 我們看到中路的兵線已經進去了 那我又先用二技能 我剛剛井點一下 對方小丑瞬間半血 超痛的啦 那我們的兵線又不見了 現在是一個非常緊張的時刻 常常我們打到這邊 我們完全攻不進去 然後就可能 誰一波倒就 誰就倒了這樣 現在完全就是一個滑起來 OK再滑 這波會戰打得非常漂亮 有達到一個滑起來 蘆兒滑起來的效果 那現在拆掉主堡就可以贏得這場勝利了喔 如果你要練習蘆兒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開練習場 就是薩尼的那個練習場 可以開啟無敵那些的 你就走去對方溫泉 然後把無敵關掉 就在裡面滑來滑去 那你可以達到溫泉一直打 都打不死你的那個程度 基本上你在一般場就可以非常強勢 甚至在排位一場可以很強勢 因為你已經練成的 就是一直不斷去躲技能 如果強勢的就是用二技能不斷去躲技能 然後還可以進行反殺 強勢的點就在這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有格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